封岳城的人就是贱 贱谁都够义 父亲 儿子知错了 你若再看偷偷见他一次 我便如此这般再打他一次 孩儿再也不见他了 茗玉 你没事吧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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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我收邀为丈夫老爷献疫 未曾想命运自此发生改变 那日我从父亲书房出来 第一次见到他 眉目寒情 肤白如玉 味道 是香的 满云楼茗玉前来献疫 进来吧 原来他就是百月楼那位 情义惯绝的明日公子 我替你熟身 留在府里伺候我吧 许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从此 我便留在了这落大的照佛 喂 怎么 琵琶都不要了 那少爷 你自撞 别动 再动就来人了 原来他平日乖藏怒恶的样子 都是装出来的 混账东西 你看看这账本 家中的产业 都要被你败光了 父亲 孩儿知错了 以后会更加勉力学习的 你也不知道 我 你也知道 今日父亲下了狠手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伤痕 这些都是旧伤 这个老怪我 下次别这么护着我了 没有下字了 老爷 老爷 来人啊 老爷死了 是大少爷 他不是被老爷建养在乡下 怎么回来了 老爷突发恶极死了 大少爷肯定要回来祭奠的 兴许是回来征家产的 大少爷是嫡楚 二少爷是庶楚 小声点 大哥 果然生得好看 怪不得那老怪我喜欢 那老怪我终于死了 好似是中毒 大哥不准备查一下吗 我早就希望他死了 不然 我如何回京啊 聊天多无趣啊 不如听起来的有意思啊 不知这位明月公子 我们该如何处置 留下他 他为人老实本分 也好 明月公子 你的手帕 多谢大少爷 你的卖身器不打算要了吗 你想如何 既然你能去陪那老怪物 陪陪我又何妨 大少爷怕是喝醉了 明月告退 这个家里 几个什么 只有我一个手害者 得不到的 那就毁掉吧 怎么是你 不是我 那应该是谁 这个家以后就是我的了 跟着我 照样荣华富贵 不要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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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 带我离开这里好吗 好 好 谁笑我一声 风一霜 时光转不向我 月薇扬 孤独余上梦城 好 好 明月公子 承东赵家 邀您去府上仙义 终于 儿子 是 我 担心 去 我 你 我 也 我